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道一号摊坊现场 一早怪手和工程车进驻 但因为空间有限 现场派出蛇辆怪手轮流开挖 公工局预计用H型的钢桩 先进行挡土墙打桩 工程不会清土 但就怕又发生摊坊 交用部长王国才视察现场 在做这个实验的时间里面 会对我们的边坡 做一个临时的边坡案件的准备 所以要确保它的安全 它在10天过后 我们就所有的工程就是在整个边坡的场景里 让它更安全 这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顺向坡 它整个滑洞 包括一也都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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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这个地方包括我们未来的政策 过去我们真的其实装在顺向坡的下缘 有政策它移动 那我们另外也说这一次的移动 它事实上在那个顺向坡的上迷 的地方滑洞 所以等于说整个政策的广度 还有包括我们的迷路也比较强 那我们现在整个工程都能够在现场 我们就一起来移动 而国道一号两次三崩 连续几天造成了基隆往台北交通 通勤族上班受阻 立委蔡思英 连夜联系台铁 金融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等单位 希望做出相关因应措施 高速公路在汐止路段 摊方的消息之后 思英就有 思英跟又昌市长都有联系的相关单位 那昨天晚上我9点多10点 都还一直跟交通部长 光国差部长在做联系 那部长就只是在工程的一个相关的进度 肯快来推动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他就配合两个地方的地方政府 来配合警力的疏导和疏运 以及决定的替代路线 那交通部是有协调了公路总局所辖的 国道客运跟公路客运 班次的路线的重新变更 所以在我的FB或者在相关的新闻稿 都有看到这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昨天晚上 我有跟市长在聊到就说 那是不是有一个替代的疏运方式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 我又特别联系了台铁的局长 杜威杜局长 那越南局长是说 因为临时要征班可能有困难 那后来在我的跟他拜托之下 我也非常感谢局长 昨天晚上不眠不休 协调了台铁局台铁工会 跟我们的司机们 愿意今天早上出车 帮忙书运在6点52分的聊天班次 那目前来着今天早上 就台铁的书运来讲 还算顺畅 那其实还是有余力的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 而我们的市民好朋友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把台铁的书运 当成优先第一选择 除了加强联络中央和地方政府 立委蔡世英取消了扫接拜票行程 前往国道一号 和交通部长王国猜一起会刊 呃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是工作的问题时间 那我们一定要在这边 也来配到我们所有 都在现在这边的县程的工作人员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新务工作的话 这样的整个工程 可能会延长在这边时间 那因为是天然灾害 所以我们也请他 就除了这段论 我以为要收集我们的公共入局 就我们其他周遭 张工地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也是前途 请他们演艺区来注意 不要等到周遥 张工地再来做后续的抢做 而因为国道一号交通受阻 通勤族上班迟到 立委蔡世英也请劳动部 针对劳工权益提出了对策 要让雇主和劳工都有所依循 有特别在联系了 劳动部部长徐明春徐部长 要跟他讲 因为这个天灾不可抗烈的因素 基北的通勤整个大乱 基北的工作时间整个大乱 能不能请劳动部 这边来延引公告 就是延缓两个小时上班的 或者三个小时上班的时间 避免雇主 就让雇主跟我们的上班组都有个依循 那部长在这部分 有允论会在做后续的协调 那如果有新的公告出来的话 我们会趕快来告诉大家 那另外第四个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今天早上很时间很赶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货柜车辆 在路上 所以今天早上我也特别在联系了 港公司的高串凯高丛经理 请他能不能协调 基隆汐止地区的货柜厂 以及海关 把整个收货的时间重新调整 把它调整成离风时间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见风时间就少了 货柜车辆的进出 那让我们的交通可以顺序更好 那这个我也非常感谢高总经理 目前港公司已经经历在协调 我们所有的货柜仓储业者 以及海关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持续来努力 依照公共局抢通进度 4号上午6点先会抢通 南下主线内侧车道 主线外车道作为施工变道 及边坡缓冲区 但因为担心会发生第三次的崩塌 全线开通大约还要10天才能够完成 记者黄少铭记用报道 画面上是国道1号南下10k的地方 目前已经开通一个车道 立委蔡适应清晨6点到现场 进行勘察关心 感谢工程人员全力抢通车道 也希望用路人行经时 一定要减速通行 注意安全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高速公路 全景上下在这两天的一个努力 那原来本来工期 也要到一步到今天中午以后才能迅速通车 那他们等晚不眠不休 所以在进行6个月以后 能够开放内线车道通车 所以适应特别来到这边 来跟我们走进出前面的局长 市长来看一下整体未来通车的一个状况 但是虽然内线先通车 不表示工程已经结束了 工程他们还要继续来施工和努力 所以适应要非常感谢他们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进出完定 在工程中也要注意安全 那另外也要呼吁 我们到高速公路来这边使用的用路人 到这边一定要务必减转车速 因为整个工区都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不一定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希望这个方式 这样的通车能够减缓整体 从基隆地区到大台北地区的整个塞车的情形 所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感谢 公管局长 也感谢前面部长 在我们向他反应之下 请他们全力推动 而马上的封城的一个因素 我非常感谢他们 昨天有估计大概至少四万地方米的落实 各位可以看得到来路上非常多的杂质 都在盘列在前面 所以这个还需要一点工作的时间 在加上他们还要在旁边打机装 机装机装的运并边坡 避免即便落实清完之后 还有第二波的落实掉下来 所以这个部分 告诉公路局的专业评估或是会来出 记者黄润生综合报导 而针对这一次国道一号10k 细子段边坡崩塌 造成基隆交通冲击 也凸显出基隆台北交通的重要性 小孩爸爸谢国良 在台铁基隆站 向通勤组问好时也提出呼吁 基隆的铁路跟捷运要兼顾 铁路班次真的不可以废掉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最近的情况 发生了国大贪邦 结果根本没有这个 这个任何的火车可以搭乘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们的连外交通有多辛苦吗 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这些对外的联系 都是不得已的 正本清源 我们就是要替基隆在地 找到我们的就业 如果你在地没有就业 大家永远就这样往外跑 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 然后未来我要推动更多的直达车 以前我们就有推动过 基隆到南港 还有基隆到八渡 然后台北 那未来这直达车就是 在细止之前我们就用区间车 我觉得要有几台 几班车 一个小时一班左右 直接可以到南港松山台北 尤其是南港台北 因为南港现在是大战 在我做立委的时期 那时候南港 还不是像这样的大战 所以我觉得到南港跟台北 我觉得是 未来我要好好来推动的 大家上班辛苦了 各位好朋友找 谢果然强调 这次国道事故 显示台铁存在的必要性 能够在短时间输运大量的人潮 因此火车跟捷运 应该朝两者都保留的方向来做规划 另外透过民调资料可以发现 如果捷运路线走进安乐跟中山区 来衔接基隆火车站 民众接受的比例更高 因此他呼吁第二段路线 可以规划从八渡站 延伸到人口密集的区域 这样可以兼顾火车跟捷运 不会抢夺客员 反而可以让基隆更多区域纳入轨道系统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不管是可以触摸的酒器 还是敲击出声音的乐器 或是风土民情描绘的栩栩如生的清明上河图 甚至是翠玉白菜肉行尸等 这些珍贵的故宫国宝文物 就火生生的出现在大家面前 让人随意触摸观看 这是由故宫博物院 与基隆特殊教育学校合办的教育推广活动 透过仿真的文物复制品 让基隆士身心障碍学子 不用到故宫就能感受艺术文化之美 我们透过社区以及社会资源 以及社福团体 跟学校单位做接轨 让每位的身心障碍者 在这一次的活动 所谓的跨越障碍触摸美丽 在整个活动当中 让他体验出五感的体验 所以包含这次的古文物的展出当中 有所谓的动画 有所谓的所谓的嗅觉 视觉 听觉 这项活动共分五大区块展出 包括以基隆士鸟 黑鱼烟等鸟类为主题的画作等文物 故宫希望借此实现文化基隆及平权目标 让国人知道文化随处可及 像是清明上河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我们把这个圆寸一比一的复制品也带过来了 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圆寸的一比一的 这样的一个清明上河图 我们去了解这个 这个古人他们在生活上 其实跟我们基隆的庙口 也有一些类似之处 对 因为很多很多的细节 其实就是庶民生活的这个缩影 这样的活动也让基隆士议员 张耿辉大为感动 让他们这些特殊学校的学生 不需要走到我们故宫博物馆去看到这些展示 就能到到学校里面看到 我真的非常感动 那也期待我们基隆士的海洋科技博物馆 也同样的能够把我们地方上的一些特色 遗悦的以前古老的我们的遗寸的生活情况 包括遗迹等等 也可以到这个学校来展示 给那些小朋友来观看 现场还有二星高中图书馆小太阳成长设置工 陪伴身心障碍学生完成手作体验 帮助身障学生跨越障碍 享受一场有温度的艺术文化饗宴 记者 张启腾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航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在群众倒数声中 这座全台商圈最高的圣诞灯数瞬间点亮 这是基隆委托航街区一年一度的盛事 盛光日活动 现场除了有圣诞点灯仪式 还有万圣节四集 互动式戏剧演出及街区阅读等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与店家热情参与 相比于过去没落的景象 让上任前就极力协助委托航寻找资源 推动地方创生的金融市议员童子 我也非常感动 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们经历了也很多挫折 那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 当然这两年又有疫情的关系 我们本来做起了一定的人流 固定的市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又重新开始 不过我觉得每一次的学习都有不同的收获 就像曾经的北台湾时髦胜地 然后经历了港富萎缩的关系 然后又开始逐渐的重新开始 我觉得疫情后我们会有新的发展 现在有新的消费模式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社区的连结 是非常重要的 要做地方创生 在做社区营造的过程非常重要 我们委托航现在的干净跟方便 我们从来没有请过环保局来打扫过 都是我们社区长辈还有在地的居民意识的连结 希望我们的环境是干净的 希望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我想这是一个城市发展一个重要的一个动能的基础 委托航的丰硕成果也获得金融市这种方面的肯定 强调将继续支持 其实委托航街区是我们金融市政府 在地方创生这个政策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这边 已经有非常多年轻人回到这个委托航这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委托航街区公司也办了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 那重新回到委托航 那一起让委托航这个地方能够重新繁荣起来 尤其委托航街区的地方创生不仅吸引许多年轻人返乡创业 街区举办的小小导览员活动 更对金融官方发展及乡土教育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 这是我们在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那我们也希望在市中心这么有特色的委托航 更是我们在推动观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这个地方走读基隆也可以到这里来看看 然后也同时是重要的游城之一 我们小朋友能够培训小小导览员来介绍我们这边的历史 然后跟我们的看法庭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千里之行十一足下 我们从认识自己的土地开始 同主委表示在地认同是城市光荣感的根基 他会继续与街区的伙伴共同努力 让基隆委托航不只重返风华 更是传承基隆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地 来委托航 战战战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全自动鱼类开备机 真空油炸机等多样仪器设备 开发在地食材的新需求 不只协助渔民 跟着主任来到另一间 大型真空微波烘烤等设备也可以协助农民 它产品在这上面的话 随着旋转的过程 它会车中真空微波的方式 把我们的水分脱干 所以它是要做真空微波干燥剂 而且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把这些所谓的农作物把它干燥 设在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工程馆的 北区水产加值打烊中心启用 目的在协助渔民或农民 不论是初级加工或深度加工的农鱼产品 海大都可以协助制作 海大食科系主任吴章哲指出 达压中心整合海大内部资源 从原料到加工商品设计与行销 都有专门面向的科系 提供农民一阵式的咨询服务 农委会的话它就希望把这些设备的费用 拨到学校或是农事单位 藉由我们学校或农事单位 来协助这些小龙小鱼 来开发产品 除了水产品 其实是我们的重点以外 其实我们也协助了一些 其他的食品的加工的这些 那这次里面 其实我们在这次里面有很多的 像我们这次也有所谓的发酵草 当然这不是这次的 可是发酵草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 将来我们也可以做所谓发酵的产品的部分 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也参加接牌 鼓励渔民来深设加工厂 也可以增加渔民的收入 海大将协助农渔民 将他们很好的产品跟创意 开发出高价值的商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近三年来 终于有逐渐趋缓的迹象 作为公立医院也是北台湾大基隆地区 重要的防疫专责医院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发表 北海方舟COVID-19防疫即时杂技 希望让大家看见医护人员 在防疫上的努力和酸甜苦辣 有在互相支持跟成长的 遇到困难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能够去勇敢面对它 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多来 这样子回顾 我觉得非常的感恩 就是我们医院的团队非常强 然后还有这个护理的人员 他们对这个专业 还有任务的一个临时的指派 配合度相当的高 真的是人员就是 大家都在从这里面都学到的 很多的一些相互合作跟应变机制 那只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平安的 好好的健康的呼吸者 然后一起走过一个都不能少 就是这样 基隆医院加油 那一开始当然对我而言 就是这个疾病是 因为是未知嘛 未知它就是一个恐惧 你的人性基本上就是会害怕 那因为我不是只有我自己这个生命 我已经有小孩 那有家庭有家人 所以对我而言 我的考虑会很多 那一开始那种未知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临床上 第一个能够做的就是 我要加强我的专业指示 所以那时候就是 院方也派了很多课给我们 让我们理解说 在这个位置的疾病状况 目前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做的事是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 对我们而言就是 我们每天一定要了解 就是最新的 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然后晚上的那个 呃 陈时中部长的记者会 我们晚上回去一定都听一次 那个东西可以让我觉得说 我很 我比较放心 现在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医护也是人 也有家庭和家人 也有和未知病毒对抗的害怕和恐惧 不管是在医院收治感染病患 或是到万里隔离检疫所 照顾病人 或是协助大型邮轮及学校 和社区快筛站 进行快筛服务 只要上级下达各项 防疫医疗工作指示 基东医院一定由院长副院长 带领医护人员共同执行 使命必达 当那个时候就因为 5月后就是进入这个 三级警局全部了 所以你知道吗 一大堆人 我记得那时候印象中就是 一大堆人就来帮他 真的我没想到有那么多人 但我觉得是恐慌 也是害怕 所以那时候牌包 接着牌牌牌牌 还不够 然后等于我们就拆检了 这个是我 我跟副院长都轮流 我们要排班去拆检 不是因为说我是院长副院长 不拆检 我都有牌 为什么呢 管理阶层 你院长下去 副院长下去了 其他医师敢不牌吗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边 应该跳下去 情绪障碍的病人 他垂了卫生纸 另外还有另外一位也是 情绪也是很乱 那时候我跟 护理科姚主任 甚至有想 是不是要转到桃疗 桃疗有这个收治精神病患的 就是精神状况的特殊检疫所 只有两个房间 结果我打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额满了 我还想说 这个是不是要去检疫所 再看一下 因为精神科 我个人是神经科 精神科的状况 我自己也会觉得有一些危险 很多的时候 病人真的要跳楼 要乱起来也是蛮可怕 那我们检疫所目前 就是有卫生组 安全组 跟这个后勤组 但是卫生组 已经业务很繁重了 如果遇到精神的状况 我就可以想象 真的一个人 就可以把检疫所 弄到乱七八糟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 那从早上 中午下午 都在开访一回 甚至连晚上都在视讯 那时候只要接到紧紧密密 其实我们就要 马上的完成 有些时候 只有半天 一天的时间 就要完成规划 例如去年在疫苗施打 并不是那么普遍 一接到说 我们要去那个 基隆港务大陆 要设置疫苗站的时候 不到一天的时间 我们要进行感控 人员的安排 还好我们同事 都非常的配合 所以马上就 一天可以打到 上千个人的一个疫苗 总共在这三年 大概一两万个便当 几乎十几 应该有到十几万个饮料 不管他是直接打电话 还是直接就放在门口 这个给你们的防疫人员 我想我们社工就是在当中 我们就一直搬 一直搬 然后最远甚至有到 南部的水果农 他们那时候不是凤梨吗 从来以前医院 从来凤梨进不来 但是那一次 350箱的凤梨 真的我们社工 我记得那个果农 看到我说 你们就这几个人 我们说 医院现在可以搬东西的 就是我们社工 所以我们九个人搬了 那个果农在上面 他真的也对我们 他说慢慢丢 没关系 你们慢慢搬 大疫三年 虽然终于看见 疫情趋缓曙光 不过院长林庆峰 还是提醒大家注意 更感谢基隆医院 所有医护人员 和社会各界 在疫情期间 对基隆医院的支持 加油和鼓励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地方大小事 因为有您的关心 才能让社区 越来越进步 我是陈淑萍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我觉得 怎么这样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办?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办 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中加宽评 中加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